那这边呢我摆了一个魔方大力神大战NA大力神的这样一个战斗的场景来作为本期视频的结尾 结尾个P 视频才刚刚开始 大裤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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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兄弟们 我是刘哥 今天直接进入到魔方小比利大力神的合体环节了 你别看他已经都已经变成了合体形态 其实合体还是挺费劲的哟 咱们正式开始了 那么按照以往的惯例啊 我都是先从他的腿部开始合体 但是这一次呢 由于他的上半身比较的复杂 咱们先从这个大裤衩子 还有拖斗来合体啊 那么可以看一下 这边是一个公字形的这样一个凹槽 那么很简单了 就是通过滑槽 用力给他滑进去 兄弟们看到没有 这边后方已经滑进去 就说明这样子就已经扣好了 还没用完 把拖斗后方这一大坨的东西啊 可以看到这里又有一个凸起连接后方的一个凹槽 这样子呢 咱们用力的给他推进去 哎呀 这样子的话呢 就非常紧实了 接下来吊车 你看吊车都还是处于一个 还没有完全变好的状态 为什么呢 也是因为他的合体 比较费事啊 你看首先先把这边左手位置 左手位置还简单一点 这边直接滑槽 给他滑进去 然后呢 再把这边给他扣下来 那么这边正好有个卡扣 扣紧 把这边旋转一下 哎呀 这块还是很简单的 那么再把这里呢 给他推进去扣好 右边为什么这么破碎呢 就是为了给他腾空间 然后呢 让他先滑进去 啊 他滑进去之后呢 现在就可以把这东西 给他继续合缝了 所以说 就为了这一个小东西啊 然后导致这里乱七八糟的 我觉得是比较麻烦一些啊 好了 那么把这块你看 再给他扣回去 然后这边卡扣继续给他 卡扣扣好 把这边给他推回去 那这边旁边的这个卡扣啊 现在就可以把它给他密合住了 前面这边再密合好一下 好了 那这样子就扣好了 你看两个手臂装好之后 都要拆这么多的部件啊 现在呢 就是把这个吊车跟拖斗啊 上下结合 首先这边底下 跟这里两个凸起 跟这边底下的凹槽形成结合 插的时候也不好插 就是你要不断的上下的晃动 啊 这个样子你看 就可以结合的非常非常的紧实了 就是你很痛苦 但是呢 结合完之后 这个松紧度是没毛病的 接下来 拿出这个胸甲了 那么胸甲呢 给他扣上去 可以看到他的这里 底下肚子位置这里 是有个卡扣的 咱们先把肚子这里给他扣紧 从上方来看 这边也有一些卡扣 给他固定紧 包括这里 里面也都是有卡扣的 旁边这里也有卡扣 这样子呢 通过这几处的结合之后 已经非常紧实了 把这边像小肋骨一样的东西呢 往后折叠呢 兄弟们可以看一下 这里的凸起啊 跟这边小窗户这里 正好有个凹槽 就这样子 给他折过来一下 正正好就可以扣到了 那么另外一边呢 你看这里的凸起 跟底下的凹槽形成结合 所以说它是上下扣的啊 这里又是不一样的 上下给它扣紧 两边肋骨都结合住了 咱们继续处理背包啊 这个是吊车的 它的裤裆位置 咱们给它这样子推紧 那么可以看到了 这里凸起 跟这边的凹槽 正正好就可以扣得 非常的紧实 旁边这边 也依旧是把它 左右两边合住 固定到位 再把脱斗的这个大斗啊 给它往前 可以看到 这边背部 是有两个凹槽的 然后呢 你要用手给它抵住啊 不然它会往里面收的 这个时候 用力的给它 扣紧 啊 啊 结合住 那这样子呢 整个的背部 就已经差不多变 这边还是有点松 你看 就光光一个上半身 有这么多的步骤啊 然后呢 这个其实也是跟NA一样的 也是一拖斗啊 一头撞进了后腰 这两家啊 但是我感觉就是 魔方家的 它这个处理呢 会更加的合理一些了 而且它没有那么大的泳衣 它是大裤衩子 那么现在呢 我们再把这边 你看 是有这个 有一个卡扣 手指就往下按 然后它整个头往下 这边给它扣紧 哦 整个上半身啊 咱们就已经合体完了 腿部的合体啊 就非常的简单了 你看这一个T字形 咱们滑槽给它滑进去 再把前方的卡扣 给它固定紧 给它扣好 一边腿就合完了 另外一边 把左右两个分开之后啊 先把这边给它放下去 然后左右再捏紧一下 好的 咱们把它推远一下 哇塞 这个样子呢 魔方加小比例的大力神 合体形态 就已经合体 完成 那么魔方大力神合体之后 到头顶高度为25.5公分 重量470克 比AMP是擎天柱 重50克左右 分量感还是可以的 整个合体过程 兄弟们也看到了 真的是挺复杂的 是我玩过的所有大力神中 合体最麻烦的一个 年纪大了之后 真的是不太喜欢啊 不过这样的合体设计换来的是 绝对稳固的合体形态 以及超高的颜值 兄弟们可以给这款大力神的外观 打几分呢 弹幕走一波啊 我可以给个9.2分的高分 在保留G1元素的情况下 魔方大力神整体比较壮术的身形 非常符合我的审美 背后的拖斗呢 变成背包之后啊 我觉得还算是能够接受 单论身形 我觉得它甚至比我最喜欢的GT大力神 还要合我的心意 可惜魔方这款大力神 有一个致命缺陷 就是小腿的这个铲车 还有搅拌车啊 居然与另外四个成员 包括大裤衩子的颜色不一致 当初我就吐槽过这两个成员 配色有点像是试魔剑 可能魔方听取了意见 然后呢把颜色给改了 但是这样子色差啊 却让人难以接受 所以说对色差无法容忍的兄弟们 可要好好斟酌了 可以等魔方后续的一些新配色 反正啊 疯狂换色是魔方家的一贯传统 大力神这个金字招牌 绝对是逃不开的 接着到了重头戏 咱们拿出之前介绍过的 NA大力神来做一个对比啊 在高度上面 魔方略高一公分左右 至于外观造型上面 兄弟们更喜欢哪一家的呢 喜欢魔方打一 喜欢NA打二啊 NA主打的是还原第一 而魔方呢更符合现金的审美 单论美形度的话 我个人更喜欢魔方 但是配色呢 我始终觉得NA的饱和度更高 也更有质感 魔方就算没有色差的问题 其实质感上面也是略逊一筹的 变形设计上 魔方复杂而不是巧妙 而NA呢则简单直接 魔方合体靠大裤衩子 NA则直接上了永一 价格方面 NA1200多 魔方1100多 可以说两家小比利大力神 各有优劣 走的路线也是完全不相同的 我觉得没有必要采一捧一啊 大家根据自己的喜好 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就好了 可动性方面 首先头部 把脖子给它拉出来之后 这样子抬头幅度挺大 但是低头包括侧头都没有 然后呢是可以360度旋转的 手臂部分 360度旋转 掰到哪里停到哪里 那么平台方面呢 大概是45度左右 并不算很大 这边二头肌360度旋转 手肘弯曲的话 如果往外一点调整 是超过90度的 手腕360度旋转 手指就是很常规的 超可动的手了 那么这边呢 大拇指是可以翘起来的 腰部旋转会被后方这边 多余的部件给挡到 不过你要调整也可以啦 因为它有弯腰关节 这样的弯腰之后你看 就可以完全的给解放空间了 那么顺带来看一下 它的弯腰关节啊 可以达到45度左右 而且它是一个拉伸的腰部啊 所以说还能够往后 这个就断腰了 下半身方面 前裙甲侧裙甲都可以挑开 后裙甲是不能动的 那么来看一下这边腿部啊 这一次多加了一个这个关节 所以说你看 这里这个关节一挑起来 哇塞不得了 这个腿部 虽然说是个小短腿啊 但是呢 可以上翘非常高的角度 而且掰到哪里 停到哪里 那么顺便来看一下 嗯 这边根部是一个齿轮关节 大腿位置旋转 侧踢 嗯 很紧的齿轮关节 90度 膝盖弯曲 双段式的关节 可以超过90度 不过这一块 从前方来看 就比较难看一些了 而且这个松紧度啊 也是不太好的 脚部接地性还是比较大的 你看 这个样子大概有45度了 至于垂地pose 我觉得摆的并不是很好看 主要是他的这个小腿太长了 大腿比较短 然后呢 这边膝关节 也有断膝的问题 再加上这边膝关节 也是松松垮垮 所以说大体上来说 这个可动性啊 中等偏上 接下来配件方面 首先这个是大腿延长件 因为看到这个大腿 肯定有很多迷友 在档布上面吐槽 哎呀 这个大腿太短啊 设计师早就想到了 你看 它这边是可以拉伸长的哟 那这样子呢 咱们就可以把它 结合进去 扣好 你看 这腿部 一下子变长了 装完之后 给兄弟们看一下 最终的效果啊 怎么样 这个样子 身形比例就好看多了吧 其实这个配件呢 不是单纯的大腿延长件啊 是一个 就是漫画版本的替换部件 那么你单独装它的话呢 就是有延长大腿的效果 我觉得这个效果也是非常不错的 这个设计师啊 看来是非常懂迷友哦 既然说到了漫画版配件啊 就装上去给兄弟们看一下 首先裤衩给它拔掉 这边大腿跟呢 先拉长一下 这边往上推 就可以解锁开来了 这里呢 用力往外松脱 就可以拿掉 那么这边大腿位置很简单 直接把它拔掉 现在我们装上这个 漫画版本的大腿替换件 卡扣扣好 再把这边腿部给它缩回去 腿部装完之后呢 我们再替换上这个裤衩 然后呢 给它卡扣扣起 顺便啊 再替换上一张 呐喊的脸拔掉 再给它扣上就OK了 武器方面 一把紫色的大腔 是可以把它拔开来的 这个也没有什么亮光效果 这一块呢 明显是NA做的比较好啊 那么突起凹槽 给它放在手掌中 再简单的摆一个pose 我们把它推远来 那这个样子呢 就是漫画版本的大力神 我觉得这一点 魔方真的是做的特别的好啊 他不会单独在卖你一个配件包 再坑你一次啊 直接一款产品里面 把两种形态的配件 都给你附带了 任意切换 上一次的飞天护 也是这个样子 所以说这一点呢 我大力推崇 最后还有钻头这个配件 搭载方式也很简单 我们就是把这边的 底下的盖板翻开 然后呢 把手掌给它旋转进去 凸起凹槽 给它结合住 那这边呢 我摆了一个魔方大力神 大战NA大力神的 这样一个战斗的场景 来作为本期视频的结尾 不知道看完视频之后 兄弟们对于这两个 小比例的大力神 感觉如何 你们如果只能选一个的话 会选哪一家呢 大幕告诉我一下 OK 今天视频就会结束了 咱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